作者 柯志腾 职棒刚成立的那一年 小二的我买了当时虎队庆祝拿下季冠军荣耀的冠军杯 只是单纯的想要去三商巧服买饮料可以去杯 一个小孩子单纯的理由牵起我跟虎队的十年情 尽管从元年上半季以后三商的战绩就一直不理想 但是虎迷们始终不离不弃 总是希望某年可以等到虎队扬威的一天 那是一种球迷支持球队最真的感情投资 是的 支持球队就像一个投资 希望收回的只有单纯的快乐和满足 但是我却不知道要去向谁讨 你知道当有人在你身边陪了你十年 然后他突然离开了 这不是可以随便可以找另一个人代替的 球迷收藏的三商虎相关商品生准行销提供 三商虎在我的岁月里扮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每一位球员都好像是我的亲人一样 帅气的英霞 拳雷打亡灵中秋 小马哥黄世民 绅士投手康明山 金门载翁丰玉 32岁还会进步的刘一转 微笑野手和良智 本土第一位完全打击的陈该发 还有众多的虎将 每一位都曾是我的欢笑悲伤 每一球都是我心所系 每一集都使我牵肠挂肚 三商虎解散18年 梦里昌出现三商虎复活的梦 但梦中就是梦 但是两年前的一场 Upside赛后虎将走上看台的瞬间 我完全没想到这么多年后 还可以近距离看到他们 有虎迷 已经落泪 我差他一点 我只是鼻头酸酸的 泪水在眼眶打转而已 这个现实的画面 才让我知道他们 还是我心知所系的虎将 跟邱哥合照时 他说了句 好久不见 很抱歉 今年明星赛没能到场 赛后虎迷聚餐 才知道他明星赛 那天还问了其他虎迷 我怎么在台中还没去 心中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随着一年年过去 他们能在场上 带给我们的表演也越来越少 三商解散前几年 还觉得十年还好远 没想到已经快二十年了 那些解散时的难过 愤怒 伤心 绝望 早已焰消云散 取而代之 是对于你们的关心 还有能跟虎迷一起 看虎将打球的时光 对我来说 知道你 闷都很好就够了 在各地努力生活的虎将 都很好就够了 如果真的有天 三商 奥赛成真了 请了多数的虎将回来 甚至连巴拿马的那位帅气 三雷手也能回来 就够了 三商复活的梦 就让我三不五时 在没完脑中浮现就好了 这样就很满足了 球迷收藏的三商虎相关商品 省准行销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